好回到蓝萱时间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 如果喜欢版本容易的话 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 他是在他第一次 这个在大荧幕当中出现 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出现 那同时也是一个大导主 他这个叫俘虏的电影 当初的配乐 那所以这个配乐的话 非常的快智人口 甚至就成为版本容易的一个 算是代表作 代名词吧 对对对 就结果你听到这个音乐 所以你就会想到版本容易 想到版本容易 就会想到他这一首歌 叫做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好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歌 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就知道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我们今天的蓝萱选书 要为他选的就是 这一本等于是在版本容易 过世前 属于他委托让人家来访问他 所写成了一个 类似他的一个传记也好 还是他最后这些年的一些 想法啦 一些他做的一些事情等等的 代表 就是他凝结他人生 最后这些年的时光叫做 我还能够看到几次满月 好所以我们今天推荐的是这本书 那这本由麦田出版的书 我们邀请到现场来的是 作家也是影评 而且他相当关注一些电影音乐 他是马欣 那我们来现场来聊这本书 哈喽马欣你好 嘿好你好 蓝胜好大家好 对好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个音乐真的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音乐本身一定要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他十足十的代表着 版本容易的个性很重要的特质之一 你觉得他本来事实上是演员吗 他从很年轻 他没有他一开始其实 他是后来半途出家 我知道 我说他在这个电影里面是个演员 对没错 然后他要成为演员呢 当导演打电话找他的时候呢 他那时候做了一个要求 你让我帮你配乐 我就当你的演员 虽然他想我是一个做音乐的人 干嘛找我演戏啊 但是呢 他那时候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勇气 他就非常非常年轻 他就跟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知名的大导演 这个大导主 念主还是念主啊 大导主嘛 他就说你要让我配乐 就没想到呢 大导主就同意了啊 那所以呢 非常 因缘忌讳的一个戏剧性的过程 诞生了这个 到现在为止都是版本荣誉的代表作 所以你可以说第一个他非常有才华 他也非常的有个性 哎呦 对对对 而且非常有自信 所以呢 但是他因此而创造了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机遇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样的一个性格 一直到这本书里头看起来都都很是 他其实从 比方说他之前的中章纪录片 然后到音乐使人自由 然后再到这本书 就他人生中给大家的一段 我觉得他自己这本书等于是 他在死前的时候 要跟大家讲的话 有充满了他自己对生命跟他的人生观的想法 这本书其实就算不是版本荣誉教授的粉丝 我觉得也可以看得到他的一个人生体悟 这个是很珍贵的就我们还能看到几次满月 通常我们都会问说我们还能活多久 可是他不一样他是他的意境是我还能看到几次满月 嗯 他的那个满月不是 应该是说我能够把我的人生中记得的最精华的时候 我最想保留的时候 我最想保留的时候会人生中最 他感觉到最我 充实我在的时候 比起我还能活多久还要重要 对 他这个人就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人 他从小到大都是 他说他就是用音乐 比方说他用音乐去思考事情 然后感受事情 嗯 他从十几次都做YNO之后 成名之后 他都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信念 就是说我后来去看达达艺术 我后来去看很多的知识很多书或画 我都是用音乐的思考去感受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 就是一个职人精神 就是说当你很着迷或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用你相信的事情去打磨你的人生 然后比方你做一个画家 或你做一个我们在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广播人 或者是什么 你会用你自己相信的工作去看很多事情 嗯 这个这个完全就跟一般人就是说 我叫过我的我的什么样的人生的主体不太一样 他的主体是音乐 对 我相信满满容易的音乐 我们待会会聊更多 嗯 音乐对他来说几乎是全世界 也是他跟世界沟通的方式 嗯 也是他跟他去认知这个社会的方式 对对对 或者他去表现啊 他的人生态度的方式 嗯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面你会读到更多的事 我觉得当然也就包括了刚才马兴讲到的这个书名 我还能够看到几次满月 我觉得已经超脱了音乐本身 对 即便不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 你也不晓得满满容易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大师 对 但是他对这个生命的 我觉得他基本上像一个斗士 他即便到了他最后知道离癌是2014年 嗯 然后这位作者啊 他委托这位作者叫林木正文 他帮他算过 就是说他从2014年离癌之后 那他有过这个感慨 就是还能够看到几次满月 就他看到27次 帮他算过说他还看到27次的满月 重点是每一次的月圆 每一次的满月 对于这个版本荣誉来说 都还是一次又一次他觉得他要去珍惜 然后抓住最后一点点时间他还能够做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他其实在离癌的过程当中在这本书里头 他第一次去做检查 那检查完了以后的没多久 他就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案子 然后呢就帮这个贝托鲁奇 一样的去做神鬼猎人的电影配乐 那另外还替他们这个日本的一个大导演 做他这个电影的配乐 就是说他迫不及待的要回到 让他燃烧热情的那个东西就是音乐 那里面他还留了几个 我觉得他最后很好很感动人的 是这个作者他留了很多 在版本荣誉最后几个月跟他的一些书信往来 你会发现说如果当你走向临终 你觉得脑袋里面会想什么事情 那版本荣誉想什么事情 他在里面有几个文念给大家听 比方说他在病房里面打了一些字 他说他那时候正在饱受瞻忘之苦 因为在病房住久了你就会开始有些幻听幻觉 但那个时候呢版本荣誉写的是 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我的感觉如何 我的思想如何 我的音乐如何 那他也有另外一段话听起来很悲观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听不见 什么话我都不想说了 但同时你会发现他有讲到很多 比方说无论在任何一个丑陋的都会里 亦或在自然当中 世界上最美的时刻就是黎明 显然那他在病房里面 他还看得到的是黎明 而这个黎明依旧让他感动 所以你会发现 他前面到最后 对还是这么的敏锐 还是这么的热爱生命 他这里面也有讲他跟 主要说他那时候离癌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可是那时候又碰到新冠疫情 然后他跟他太太 他太太没有办法上去找他 然后甚至还可以在那两个人用手机来打信号 一个人在楼下一个在楼上 他可见他是一个 我真的觉得还是一个 他就是书里面就讲说 他其实有被爱拯救 就无论是他那时候病危的时候 或者是他 最后的时候他都还是会想到音乐 或者是他喜欢的排剧 日本排剧 甚至他会想念到 他太太那时候为他打的灯光 我觉得他是一个 你说感性也好 可是他是一个自情自性的人 他的确是一个 比方说他到后来的时候 生命不太 人生的那个情况已经到后来的时候 他还会请贝托鲁奇 再去录一段他非常喜欢的 就是书里面有讲到 出自电影遮蔽的天空的一段话 我觉得那段话他在纪录片里面 有在反复念过 就是他在讲说 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亡何时到达 所以会把生命当作一座永不枯干的井 然而所有事物都会只出现一次一定的次数 并且很少 可能是某一个深夜 深深成为生命的一部分的下午 如果没有他 你甚至无法想象自己的人生 或许四次到五次吧 甚至可能没这么多 你会看到满月升起几次呢 也许二十次 然而这一切都看似无穷 他就是在 我觉得他对时间的价值观不太一样 他在后来病很重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 他甚至怀疑牛顿设定的绝对的时间值 因为他一直觉得说人生 人好像都在跟一个单向性 线性的人生在做较劲 可是他一直在 他后来才发现 其实可以摆脱掉这些线性的人生 反而追求一些时间的永恒性 嗯 就时间这件事情 如果牛顿讲的 十九世纪一直以来 大家都没有怀疑过的时间的这种 控制人像八条一样的线性的话 他在创作的时候 他在弹奏的时候 他其实是摆脱掉这些线性的 反而成为一个 他刚刚 我们刚刚在讲的那种 保格巴尔斯那个 就你可能掌握到某一次月圆 那一次月圆到底有几次呢 一生中大概有二十次 可是你现在回味起来非常幸福 对啊 即便如果说你真的在那一次满月的时候 你感受到了什么 或是你觉得你创造到了什么 或是你觉得你捕捉到了什么 一次就是永恒 对 你不用活七十一个满月 对不对 就是那个概念 即便呢 白本荣医走过了七十一岁 他的生命 但是事实上 他的人生 基本上是超多时间的 即便说这本书里面 当然他这个作者也讲到 他觉得其实白本荣医 不只活了七十一岁 七十一年 他是以不同的线性 都活了七十一年 就是他在同时之间 其实是在做很多事情 所以你说他的人生短吗 坦白说他是无穷长 我们修修带回来 对 好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在现场邀请到的这个作家 也是影评马鑫 来聊这本呢 来自于呢 撰写版本荣医 以版本荣医的最后这些年的故事 生命故事为主的这个本书 叫做我还能够看到几次满月 好那这部分当然是别人帮他代彼了 但是里面的话呢 就是非常多 他那个时候最后的几年间 他如何的面对生命的即将逝去 他如何的面对 他第一次知道 他离患了癌症 事实上他离患了好多种癌症 而且呢这个癌症不断的治疗 不断的复发不断的治疗 中间前年后后大概接近十年的时间 所以他真的是很勇敢 而且这过程当中 他依旧的不断的创作 我们待会有机会 刚才听到的是他一开始等于是 让大家认识他的那个最快速人口的音乐 我们最后会放 他后来不断的创作的音乐 我觉得那有另外的一个感动力 甚至呢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刚刚讲到了 这个作者帮他揭露说 他们的对话 让他知道最后的版本容易在病床 病榻上 他经常会有 他现在还会问说 我今天要听什么音乐呢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而且他回去想 贝托鲁奇 他昵称他为BB 他说呢 BB在最后的时光 营绕在心中的音乐是什么呢 因为贝托鲁奇早他几年 也是因为癌症过失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 可能他有点点遗憾吧 因为本来贝托鲁奇要他去看他 但是他正在忙 他没过去 所以他也会想到说 啊我们那么好 那他在病榻上的时候 他是听什么呢 那我想听什么呢 我觉得他 所以我觉得在这本书里讲到说 他自从知道离癌 然后他面对病魔 他面对生命的终结 很特别 他这个心态真的是很特别 他就是比方说 除了贝托鲁奇以外 他其实还 他这本书里面还要提到 他双亲的死 就是他后来 其实这本书其实充满了那种 以死向生的事情 就是 而先考 先想到 而自己生命有尽其 先想到死 然后你才会想到要如何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态度 然后所以他讲到他双亲的死的时候 然后后来他的生命中一个非常好的知心的伙伴 高桥信宏 也是一个超级音乐才子 没错 死掉的时候他竟然是用一句话是非常感人 但轻描淡写的就是说 高桥信宏 对不起我要让你再等一下 我还要再拼一会儿 对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 那时候我看到这本书是非常感动的事情 就是他对于生死观是很 你不能说他淡然 可是他是知道的 他是释然的 他是豁达的 就是经历了这么多周边的人的死亡 好友的死亡 然后慢慢的你开始知道说 啊我在路上了 然后我要去见高桥信宏了 我知道他会比我先走一步 这样子 我还要再拼搏一会儿 我12那张专节还没做完 我觉得他对于人生的这个东西 比方说他在书中讲到巴哈 其实他在基督片里面有讲到巴哈 他说巴哈是创作到最后才 就是他是富格的艺术那时候 他突然断章了 他才发现说 啊巴哈原来那个时候是生病了 因为他那时候小时候听了富格艺术的时候 他觉得很震惊 为什么断在这里 所以他12的时候 他也是用了一个同样的生命态度 他可能认为他自己的12并不圆满 可是他认为啊就到这里了 我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他一直只比到最后一刻 我觉得他真的是相信生命到这种程度 就是很感人 对啊对我看这个视频知道 他好像一直到最后倒数两天还是三天 还在做 对他在做曲 但他同时决定 才那时候他决定要放弃治疗 他转进安宁病房 那时候两三年他动了六次吧 六次手术对不对 那么已经就是身心俱疲了 嗯嗯 包括家人可能都身心俱疲 对对啊 所以可以对生命如此的热爱 但同时 还是很热心 同时又可以这么的 呃坦然的去安排 死亡的事情 对 我觉得同时你又可以热爱生命 你又不害怕死亡 这其实不是容易 他中间有说他很害怕一些事情 也包括死亡 嗯 然后可是他 他其实他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他从来不会隐藏自己的害怕焦虑 比方说我们刚开始播的 Mr.Rowrence Merry Christmas Mr.Rowrence 他说他曾经很讨厌这首歌 对 因为他们觉得说 好像我是不是只有这个代表作 为什么大家永远都要我弹这首 然后他后来才发现说 其实他会去听别人的音乐或者什么 他也会期望听别人的代表作 是没错 他也觉得 这件事情可能不是他以前认为 这首歌可能后来会变成我的敌人 或要我去打破的一个记录 而是他可以坦然的接受 大家期望他弹这首歌 而最感人的是他后来一个最 人生中最后的一次演唱演奏会 是在线上 那时候一下子飘去抢光了 在线上 所以那时候是 那时候已经病很重了 病很重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必要 就赶快抢票 他那时候用一个非常赞 他的手指都已经没力气了 可是他谈那Mr.Rowrence的时候 是非常感动的 因为你可以感觉他的手指 就已经在微微的颤抖 可是他谈出了一个新的Mr.Rowrence 就是他觉得他自己生命将近的时候 他最后谈他的代表作 大家如果他后来有释放出来这个 让大家听的这个版权 所以大家可以在线上听 他那时候对于生命 跟他对这首歌的再诠释的挣扎 等于这首歌再活了一次 是 他很相信一个大破大力的事情 比方说他觉得 比较像我们刚刚讲的专辑12 是他完全破除了以前的一些知识的 他的公式 大家认为的他版本容易的音乐 他完全一直每张都会打破 他原来的形式 没错 这不是因为别人对他的评价 而是他自己对于人生就是处于一种 啊我要重建 然后再发生 然后再发现 这个他的人生态度很积极 我觉得是是是 而且我觉得他也很很诚实 就是说他也知道说 大部分人能认识他 可能都会透过电影配乐认识他 对对 俘虏啦末代皇帝啦 什么遮蔽的天空啦 神鬼猎人啦 他其实也无妨 所以才会讲到 马兴讲到说 他也接受了 大家每次都要点他最 最强名的芭蜜歌 你知道很多歌手都不爱唱 他最快之人口那首歌 因为实在太芭蜜了 要不然就他们已经到了一万次了 没错 但他也后来也接受了 他就觉得这就是 这就是人世间存在的一个现实 或者这也就是一个 大家看待他 但是同时他也到了另外一种心境了 他也不在乎了 像他周年也讲到说 他以前像他 他不太喜欢日本能剧 他就能剧这些太传统了 而且他有些 比较日本太过传统的东西 会联想到日本的国主主义啦 军国主义啦 所以他不太喜欢 因为他这个很自由派 他也很不喜欢太简单太平凡 比方苏伯特 他说他以前根本就不喜欢苏伯特 他觉得那么平凡的音乐 有什么好演奏的 为什么可以这样流传外事 但当他到一个年龄的时候 经历过一些人生种种的时候 他回头来说 我也挺能够去体会 这些事情的美好的 所以我就像这些事情 他都是非常的诚实的 在书里面跟他谈 每一个生命的阶段 有不同的领悟 所以我们休选 回来再跟着书本继续走 好 好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在现场邀请到的马兴 来聊这一本 我们今天的蓝轩选书 版本龙一的 我还能够看到几次满月 我们刚才呢 听到这个就是呢 版本龙一在过世前 等于是人生走到终点之前 他正在全新投入的一个 他认为很重要的创作 就十二 他的其实版本龙一的音乐都很特别 有些最后这些年 要么就是无题 要么就非常充满哲学的 就是说 蠢丝的 对蠢丝的 就是 不是很主要的主题 否则的话 音乐就很月光 什么 国 之类的 但是他不是他就很抽象的概念 这是十二 所以呢 他是一个很内在 我觉得版本龙一的音乐到最后 是非常内在的 就是说 他有我们听到的电影配乐当中的 氛围 塑造出一个很环境式的 那种气氛的 很优美的 但又非常非常内在的到内心自我去探索的 所以你会发现 版本龙一这个人 他的音乐不断的在变 我觉得这就是看他的书之后 你慢慢的领略到他 其实人的生命不管多长 他都可以有转折 他都可以有再来过 再发现 对对对再发现 或者他有一次一次的自我反思 自我挑战 自我进步 所以这是版本龙一 对他自己音乐的要求 以及对他生命的要求 这点真的是非常的棒 那所以你会发现 他在音乐的呈现上面 真的是海阔天空 你这个听到的还像是 我们刚刚听的还像是音乐 对他没有什么将界 他对音乐没有什么将界 他还有可以 明初峰 然后明初峰混搭电子音乐 然后他曾经做过很华丽的 然后很创时代的 可是他那时候说 他自己很谦虚说 这些六零年代都已经有了 只是他用 大家那时候认为他是前文音乐 可是其实六零年代就有了 所以他其实这个人就是一个 非常把自己退在第二步的人 他没有要荣耀自己 反而他就是非常忠于音乐 就是说 这个本来六零年代就有 只是我现在再把它 拿出来给大家看 拿出来用一用 但是对他来说 他的运用 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 心神形式 而且他其实他创作 也是一个特别的创作法 他不是像 比方说 我现在要做一首歌 什么概念 没有 他其实自从他离开了 非常轰动全世界的YNO乐团以后 他自己其实很恐慌 因为他没有团圆了嘛 他自己必须要界定他自己 于是他开始面对了就是 就是蓝圈刚刚讲的 电影配乐 或者是其他的部分 还有他个人专辑 然后他自己那时候 发现了一个方法 就是 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的 他比较进入内心的创作 他说他是用了一个不乐东 就是法国不乐东 讲的自动书写法 就有些 有些像车上车数也是相信这个东西 就是他们 每天早上起来 然后 会进入一个潜意识创作 就是我们平常 他们的概念就是 不乐东概念 是说我们平常的跟人家交流都是 或创作通常都是大厅一样的一楼 可是你要进入潜意识 都要到B1 B2 然后你进入自己的 沉浅在自己的内心的时候 你专心的时候 你投入的时候 你会进入自己潜意识的状态 那个都是一个创作的一个 一个进入的一个模式 潜心创作 很美 他那个过程就是有点像他的书名 我能看到几次月圆 这个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 他他这边也有 他的日记也有讲 就是说当你在创作的时候 把自己退位自己消失的时候 音乐 好的音乐就会出来了 就会自然出来 我觉得这样好抽象 很美 但是也很美 我觉得像flow那个概念 就到你自己就没有 他就是失流 就自然的传出来 对 所以我觉得这点很特别 他会不断的去问本质是什么 比方说像他在经历过日本的311之后 然后呢 他就觉得大自然的力量 是人类无法去抵挡的 所以他这边有个篇章 特别讲到说 面对自然的无奈 所以他就会去思考说 其实音乐 音乐不也就是人 产生出来的吗 但是为什么人要去产生音乐呢 那你为什么不回到自然呢 所以风 是不是也是一个音乐 也是 石头壮石头 诶是不是一个音乐 语是不是也是一个音乐 所以后来他甚至在海啸当中看到了一个 钢琴 钢琴 那钢琴已经破损不堪了 但他觉得这破损不堪的钢琴 他也会发出声音 但他发出这个声音 是不是也是一种音乐 也是一个经过大自然 被大自然调整过的音乐 所以后来他就叫海啸钢琴 他就把这个钢琴拿出来 进行演奏 对 所以我就觉得他会不断去思考一些事情的本质 或者说 随着他不同的生命阶段 他会去领略 然后会去呈现出不同的音乐面貌 对就像 呃我们刚刚这里下有聊到嘛 他其实后来病重的时候 又回到了他夏威夷的住家 嗯 然后呢他甚至 在中章那个纪录片也有讲过 他就拿了一个水桶 然后听那个雨滴声 嗯嗯嗯 我觉得他就 大家可能会觉得 欸这个人过了他以后学会 其实不会 我觉得他就是 他就说他平常就是喜欢听雨声 嗯嗯 他觉得各种音乐的 都是一体的 无论你是创造的音乐还是 都是时间的魔法 他曾经在另外一本书讲过 他对于音乐 他是认为是时间的魔法 因为他小时候对音 所以时间这件事情 老是觉得他有点迟钝 他自己也觉得 他对时间是迟钝的 真的吗 常常迟到的意思吗 不是 他就说他没有感受到 比方说 人家都说 你长大要做什么 他就想说 为什么要想这个 或者说你几点钟要干嘛 他不是这样子的小孩子 他就是 他说他最 这一开始启发他的时候是 他们学校比较自由 小时候 大概四五岁的时候 那个油彩可以画在那个玻璃窗上 嗯 然后他那时候看到 刚好太阳照射过来 然后稀微的光 然后配上那个油彩 水彩的光晕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 哎 这个这个时间暂停了 嗯 然后他不知道那有什么魔法 因为他那时候还小 嗯 后来他们那个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幼稚园 他们就是 呃老师就说 你们帮你们想要喜欢的做首歌吧 那时候就是他有 他们学校有想小兔子 他就帮小兔子做了一首歌 嗯 他那时候也才三四岁 四岁左右 他就是一个非常早就齐蒙的人 然后就是发现说 啊他做了小兔子歌以后 时间那个时候是独一无二的 嗯哼 他有一段独一无二的时间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 雍雍碌碌碌 跟一般人都一样嘛 嗯 可是他突然感受到 原来我在创作 或在小兔子歌的时候 我找到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属于我的人生 嗯 后来他就持续一直不停的 在做这样的事情 嗯嗯 就他在创作音乐 很早会 他进入到一个独属于 他自己的空间时间当中就是了 嗯 很特别的生命经验 对 这真的是 我觉得这也跟 我觉得这也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 就他当然一定有他的天分 我觉得 他怎么样被启蒙的很重要 对 我还记得他这件事里面有讲到 说他第一次去一个 他爸妈带他去参加一个音乐会 看到一个钢琴家在弹钢琴 对 那钢琴家是干嘛 他说拿一个什么 拿什么一个椅子吗 还是拿一个什么木棍 丢到钢琴上面去 其实 这是创造出声音 对对对 所以对他来说 他觉得 这很自由 这就是他第一次感受到的音乐嘛 嗯 所以对于他后来 为什么会用各个方式 环境的音乐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对他来说 这也是音乐啊 谁说音乐就是 乖乖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弹这个 像巴洛克时期一样的音乐 复格而已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启蒙方式 我觉得也很可能是 让版本荣医他这个人就是很自由派 天马行空 几乎没有框架没有局限 包括他自己的人生 除了音乐之外 他也不断的跨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到说呢 这本书的作者说 如果要形容版本荣医的话 71岁只是一条线 对 还有很多条线并进的都走了71个年头 嗯 文修学再回来 好 回到蓝熊时节目 现场邀请到的作家也是影评啊 这个马星来聊这一本呢 我还能够看到几次满月 分享一下这个版本荣医啊 他的生命的态度 他对于音乐的执着 但执着同时呢 又又极度的开放 就他在这个领域当中 几乎就是 我觉得有点无辱而不自得了 或者不断的自我挑战 所以我们刚刚讲他的跨 他也跟很多的装饰艺术 呃 的艺术家合作 包括海照钢琴 其实那时候也是在展出 对对对 也是在展出啊 就是说他其实 所以他的尝试真的很 就是音乐可能只是一个元素而已 只是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已 他会跟很多的呃 什么导演啊 然后呢 艺术家 然后呢装置艺术家 然后等等去合作 像他就讲到说 他很欣赏 南韩的一个呃 艺术家 呃就是 名字我忘记了 他们有合作 他说 因为那个艺术家本身也是做音乐的 也是做呃 这个影像的 他说他曾经拍 拍过一段短短的影片 他把小提琴当做一只狗一样 一条绳子牵着 然后就在 关岛这路上 大街上在六 六小提琴 我觉得蛮特别 那个艺术家呢 呃 他实际上他创作了很早期的 所谓的视觉装置艺术 就是大家如果印象中有看到一种装置艺术 就是拿很多电视机 然后堆叠在一起 然后电视机上面有萤幕 透过萤幕上面呈现出来的线条 或是图像 然后好多个萤幕串在一起 就是勾连出一个故事 一个视觉故事 这样的一个艺术形态就是他 说他最崇拜的那个南韩的艺术家 因为他那时候不是说他用音乐来思考 这世界上的很多事情 其实这个也是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 像这个就是他很着迷的形式 所以他其实跨了好多界 对不对 他其实还蛮讨厌形式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嗯 呃 他就是一个苦练 然后后来苦练完了以后才无路不自得的人 嗯 因为他说他其实 早年那时候他当然古典音乐界就是一个苦练的过程嘛 嗯 然后他相信的巴哈其实也是 他在他在副歌上面其实也是非常都 已经纯熟了 他才能自由 你这样也是一个重点 没错 你不要一开始就 就自由了就完蛋 你得要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他其实 一看YNO的时候 他自己知道他进入了工作狂 他那时候的经纪人都快要被他累死了 就他他后来经纪人也是累到身体坏掉才离职 就是他们 也是 他到了不能停歇的程度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 那时候他的身体非常好的时候 他其实不知道停歇的 他因为他一直在追求 对 他说他可以三天不睡觉 对 然后呢不断的创作 身边的人就是都累垮 可是他还保有那个热情 他没有知道停歇 就像你讲他那时候身体很不好 他还在想音乐 他在病床上还在想 对 这首歌好像还不错 只是现在没办法写完这样 对 然后所以他最后终章的时候 他就写说 我觉得那个很美 他就说 哎呀 那个他这本书的结尾啊 嗯 他就说 欸 嗯 我 我就是这张词二啊 就是闲来无事的时候 弹合成器跟钢琴陆下的音轨 整理成一张专辑 再也没有其他意涵了 但是 如今的我觉得这样不经过任何处理 原汁原味的音乐很好 那么我的故事就暂且在这里结束了 艺术千秋 人生交路 啊这是他写在哪里的 他写在这本书里面的 啊最后 你看他有多获达 他就是啊 我写到这里了哦 嗯 那在我的故事先到这里为是了 你不觉得这个很 有感对很感动 很感动也很 奇妙啊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不过 我就可能他经过十年的 接近十年的 跟癌症的 对对对对对 进进出出做那么多场的大手术 可能是有也有关系 他可能也预知自己的终点 可能就在 已经看得到镜头的某一个时刻了 那只说自己要不要奋战下去 自己要不要放弃 嗯 那过程当当有些 因为他有创作正在进行 所以他不想放弃 他就说他就跟 他想要做完 我再聘一下 但是聘完之后 可能也觉得说 累了 真的没力气了 真的没力气了 我觉得有可能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 我后来看这本书 他是一个非常诚实 对自己很诚实的人 工作狂的时候 他自己完全潜漏出来 他也说他自己 喝酒喝到不行 他还说有一次他讲 他说 我觉得我自己蛮挺惹人厌的 为什么 他就说有一天好像答应了一个 蛮大的 他那时候也很知名 答应了一个地方 好像去做一个 很大的一个出席跟演讲 就喝醉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起不来了 然后就跟他说 我不去了 很少啊 他很少 他讲完之后 他就说你看 我过去挺有人厌的 就讨人厌 可是他就是这些部分 都很坦白 他没有 他也不会想要替自己 去找个理由 便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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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去玩的时候 的确彼此之间 会有一些那个 因为不是同个乐派的 他就是古典音乐 人家玩前卫音乐 他当然就是 可是我觉得他都 这个过程他都不会隐瞒 他就说 我的确那时候当头棒喝啊 原来可以这样子 音乐会这样开展 他也不 对啊 他不会把自己 变成一个大师集的 他不会 很真诚的一个人 他有说他被外公影响 因为他爸爸是一个 文艺编辑 是一个回到家里面 就一直 你知道福安写作啊 帮他修稿 他爸爸很少跟他讲话 他们家其实气氛 比较压抑 他比较活跃的是他外公 他外公就是 其实外公早年的时候很穷 小时候 他就说他外公 其实真的小时候是一个 外面有荧光 巨淫硬血的时候 最后在读书的人 可是呢 他外公虽然很苦 可是他老的时候啊 还参加歌唱比赛 还虽然在这里唱卡 OK 他后来才发现 他外公到了人生 就是大家都觉得好老了 应该要过怎样日子的时候 他外公反而更充满了活力 我要唱歌唱比赛 我要去报名啊 什么的 让他觉得 原来可以这样过 所以他对他外公那种洒脱 我觉得他 他说他对他影响非常大 真的吗 他其实是个私底下很活泼洒脱的人 大家可能就把他放到教授的位置 他其实不是 不是只有这一面 对 是是 而且我觉得他就是很洒脱 很叛逆 很自由 所以你任何想要去绑住他 局限他 匡住他的 他都不能因为他自己 他都在打破啊 对啊 包括他以前的专辑 他的情势 他都在打破 就不断在突破当中 好我们休息再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在现场邀请到的 这个作家也是影评 这个马兴来聊天 聊的是呢 版本龙一这本 我还能够看到几次满月 对于很多人来说 版本龙一真的是一个音乐大师 那他也很喜欢台湾 他在书里面呢 提到非常多次的台湾 他喜欢李明亮 他喜欢呢 杨德昌 他喜欢侯孝贤 然后他也来过台湾好几次 然后呢 也做过跨界的合作 然后呢 也帮李明亮的那个 蔡明亮 蔡明亮 那边我很喜欢 他那时候也来 对 而且他帮他做了配约 所以我觉得他跟台湾的情谊 也颇深的 但是你会觉得 对于那么一个财气纵横 然后又感觉到是财奥物 然后的话呢 又那么从上自由的人 顽童 你会觉得他应该就是 不是一般人 的感觉 但是我一直觉得很感动 是他其实很关心 人类 文明 社会 社会 国家 环保 所以他反核 那他有他的理由 尤其我想对于日本很多 关心人 日本曾经有被 群子弹炸过 他们有311过 所以对他们来说 反核这件事情 是很多 这个很多关心 这个社会的人 他们的主张 那这般蒙蓉莉 还不止讲而已 他会付诸行动 他会成立基金会 他有个叫做 什么 没有核电 但是 mortry 这样的一个 就到处去种树 那去试图 就是付诸很多的行动 然后另外 他比方说 他会跟 这个其他的一些 社会运动分子 写了一本 我还看到的 什么 爱国者的忧郁 他会很关心 这个 日本的军国主义的走向 我觉得他事实上是一个 很 反对 对对对 他反军国主义 所以他认为这个 河南 如果说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方式 你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 可能会带来灾难的呢 尤其日本曾经经历过灾难 等等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个 但是他用音乐做他的工具 就是他关心这些事情 然后呢 他用音乐来表现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他这个辈子过得蛮忙的 我坦白说 对 你看声音之后 他特地去灾区 然后看 就是到处帮忙 到处参与 没错 那时候他放下所有工作 就是他有记录那个 纪录片里面有记录他这个行程 是吗 就是他一直不停的 参与这些社会的运动 他一直在思考 到底人类 为什么会到达这样的境况 对对 虽然我觉得像何能 跟各式各样的能源 当然有一些更理性 科学化的讨论 但是 作为一个他 一个艺术家 跟音乐家 还是作为一个日本人 曾经经历过两次 至少两次 跟核灾有关的灾难 你可以理解他那么的 爱跟那么的痛 还有他曾经目睹的911 美国911 对对对 他那时候在纽约 他直接看到双子星大楼毁灭 他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震撼到 他就在想帝国主义 或者是这些东西到底是 意义何在 对 人类到底干嘛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当然 你可能不定的有答案 可是这样的思考 不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样的思考 其实他就回归到 为什么人要这样活 那为什么 我们这样活到底意义在哪里 我觉得这本书 我还能看到几次满月 其实就是在讲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活 然后为什么 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有意义的 比方说他海啸上的钢琴 他其实就是在讲 我们的人生也可以像海啸上的钢琴一样 被命运打磨 就是被命运调音有什么不好呢 被生命调音 你要接受这里是一个被生命调音的钢琴 我觉得他从而不是在自己的生命主体里面 所以他的思考方式会很开展 对对对 他可以做一个旁观者 他也可以在对对对对 进进出出的感觉 是没错 你刚才讲被命运打磨 所以一直印象很深 是他后来就是离开之后 不是说他一方面做神鬼猎人吗 一方面他做了一个日本 神鬼猎人他那个过程被修理很严重 他以为他自己真的写不出来 他以为他是个大师就 没有他说也没力气 然后那个人家都已经开始说 我们要不要被挡啊 怎么办怎么办 的时候他终于出来了 因为他那时候身体 真的就是 他也赞助于成员的自己的脆弱性 很好的挑战 对对对对 另外一个他是帮那个什么 叫做山田杨次 对他很喜欢的一个导演 也写了一个纪录片 也写了一个电影配乐 但他里面讲说 他这一部分他就要刻意平庸 可是山田杨次 他因为山田杨次是日本 非常伟大的导演 然后他就说山田杨次好妙哦 他观察人都不是观察什么 他在观察人是人家很真性情的一面 因为山田杨次就看到一个新的导演的作品 他说怎么办怎么办 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导演 我要赶快加油才行 可是山田杨次跟他 那个人已经差了二十几年 差不多三十年的那个资历了 他突然觉得好惊讶 就是山田杨次到这样的阶段了 还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热情 没错 就是说他 他说是不是已经七十几岁了 对 就是他今天已经到了 年纪很长了 还要挑战 对他依旧的为了年轻的电影 到底可以拍出如此棒的一个电影 他觉得哇 第一个很激赏 第二个觉得自己很有这个 嗯 好像有为者欲弱事 就是也很谦虚 对 有这种感觉 其实山田杨次那个是反应谦虚了 对他就是哇 好棒哦代表有这样的新生代代代表我还可以更冲了 没错 但是百百容易也看到了他那个谦虚 也对 也让这个 自己似乎也觉得好像有点受到这个影响 所以很棒 我觉得人到一个那样的一个地位跟那样的年龄的时候 还可以这样不断的去 不断跟孩子一样 思考对对对 这些生命啊 自己的专业等等 真的是蛮感人的 好所以呢 嗯 这个 最后 最后他就是写给 最后一封信啊 然后他用了一个 因为知道他就爸爸是文艺编辑 所以他其实对日本的排剧那些文学的事情很敏感的 他就说 啊 他就是用了一个排剧作家负责持黄男的代表作 蝴蝶醉其身轰隆冰冻石 就是 蝴蝶醉到底说应该是我们人类其实听不到的声音 啊 因为蝴蝶的 蝴蝶的 蝴蝶的 对对对对 这有点生命的意象就是说 即便 任何人的生命 无论是不是大事还是nobody 他的蝴蝶就是最多的时候其实还是其身轰隆 这有点那种就是轻弱红毛 但也可以重弱泰山 对 然后那个他就收信的人就说 啊原来不是蝴蝶是版本坠落 因为他在写这一个最后这段话给这个阿玲 阿玲就是我们刚讲这个作者了 嗯的时候他就演了这个排剧 然后呢在20天过后 嗯 他就再见了 对嗯 好 我后来觉得这本书其实就是对生命这件事情很谦虚 嗯也很热爱 对就是我们我们看到我成就有几次月圆 然后我们看到几次最饱满的月圆 自己生命中最饮满幸福的时候 这个是无论是不是大师都会感到 我生命其实应该要很谦虚 很谦虚才会很快乐 嗯 因为他到后来都会保佑 哎我好像还不够喔 我好像可以再加油喔 我可能可以完成了12张 12这张专辑即便可能大家觉得可能未完成 没有关系 那种谦虚 嗯 我觉得人才会过得比较自由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喔 这个我是觉得看起来很有感觉 我觉得很有感觉 很推荐看 就是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 一开始比较像是一个浮光掠影 比较像是他的 呃 人生记录 杂技 但是虽然看杂技 我觉得你就是每天看一点 每天看一点 很多部分都会让你去思考自己 或者思考 就是说到底人生啊 这个 要怎么过 所谓何来对对对对 你其实只要经历过一次满月 都不要讲几次了 只要经历过一次满月 你自己觉得足够的饱满 基本上来说 就算像蝴蝶般坠落 也是骑身轰烂 骑身轰烂 嗯OK好 谢谢马星掌我们的现场 谢谢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